父母爱情中,安吉跟江德福的爱情虽然平淡,却也充满了幸福,正是因为两个人的美满婚姻,让大家再次相信了爱情。 当然,除了安吉和江德福的爱情故事之外,安吉的两个女儿的爱情跟婚姻,也让观众非常羡慕,尤其是江亚飞的婚姻。 江亚飞嫁给了青梅竹马的王海洋,而且王海洋对江亚飞也非常包容,这一点让人非常羡慕。 江德福跟王正伟是上下级的关系,两家也是邻居,所以江亚飞跟王海洋从小就认识,而且王海洋当时是一个顽固子弟,江亚飞非常鄙视他,而王海洋也看不惯江亚飞,尖酸刻薄的样子。 所以虽然两个人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,但小时候却互相看不顺眼,江亚飞跟王海洋是在互相挤兑中一块长大的。 长大之后,王海洋一家离开了松山岛,而江亚飞在这之后,也跟王海洋断了联系,但是时隔多年之后, 两个人却再次相遇,这个时候,王海洋已经成了年轻有为的大学教授,而江亚飞也成了部队上的干部。 重逢之后,江亚飞被王海洋身上成熟稳重的书生气质深深打动了,而王海洋也爱上了江亚飞,于是两个人便在一起了。 虽然王海洋跟江亚飞是青梅竹马,两家人也知根知底,但是因为王海洋之前结雇一次婚,而且还有一个儿子,这就意味着江亚飞一嫁过去,就要当后妈。 所以江亚飞的父母自然不同意这门婚事了,但是江亚飞是一个非常执拗的人,她决定的是,石头牛都拉不回来。 后来江亚飞冲破了父母的反对,成功嫁给了王海洋。 婚后王海洋非常宠爱江亚飞,两个人的婚姻看上去也非常幸福,虽然江亚飞和王海洋的婚姻看上去非常美满,但这段婚姻也造就了江亚飞一生的遗憾。 王海洋前妻生了一个儿子,而且离婚之后是王海洋在抚养,江亚飞嫁给王海洋之后,因为有妓子,江亚飞也考虑到了妓子的成长与感受,所以便做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一生不生育,一个女人一生不生孩子确实是一大缺憾。 而这便是她和王海洋的这段婚姻造就的,所以虽然王海洋跟江亚飞是青梅竹马的爱情,以及婚后幸福的生活也让人羡慕不已,但这背后却是江亚飞无私的付出,这种付出造成了她一生的缺憾。 不知道对于这件事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